TVB艺人肖正男跟黄翠如 2018年结婚前后一直都很恩爱 不时透过社交网站放闪令人羡慕 刚刚踏入2020年他们再次发工 先后po出老公搂着老婆的背影照晒恩爱 黄翠如留言 2019我们的第二年 关于婚姻我们还是出学生 继续学习 而肖正男就贯彻一贯的搞笑本色 留言 我会 我会 把外套还给你了 对比两张照片 可以看到原本穿在黄翠如身上的那件黑白格子外套 一下子被穿在了肖正男身上 对此黄翠如还留言 还有意思讲 事后港媒报道 黄翠如这次去旅行只是带了两件外套 但肖正男每次上街都坚持要把黑白格子外套穿上 还一直叫黄翠如帮忙拍照 据肖正男自述 其实他这么做背后充满爱意 因为担心黄翠如上街会着凉 所以就自己把另一件外套也穿了出去 怕老婆觉得冷的时候没衣服穿 很多网民听完之后都觉得超有爱 之前我们已经讲述过 肖正男跟黄翠如这段关系不太对等 不要以为一段婚姻里面都是女方照顾男方 结婚前后都是肖正男悉心的照顾黄翠如 除了冷帮老婆添衣取暖之外 平时在家里也是肖正男负责黄翠如的起居饮食 加上黄翠如体弱多病 肉容易受伤 肖正男一直以来都以笑以爱照顾黄翠如 真的是一百分的好老公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